腾讯视频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倒还好没有去对比父亲母亲那个马尾吧 其实光这个马尾吧我们就试了无数次 粗的细的长的短的 就是各种都在试验哪一种更适合这个角色 然后最后导演选了两个特别长的马尾吧 然后他好像在旁边这还编了一流小辫子 就是要把这个年龄感带到适合的这个角色当中 挺满意反正导演满意了我就满意了 因为当时折腾了好久 我跟你说现在让我去呀 我可能就会掂量掂量了 这个是五年前的作品 那我也三十出头了 我怎么想到他胆子挺大的 我现在想想那时候还真的是胆子挺大的 现在如果让我演个十七八岁的 我得好好想一下了 就是我不太喜欢演那种 就是让人觉得很牵强 可能这个角色不太会 因为没有那种什么撒娇呀 什么那种就是装可爱装小 那种戏我就接受不了 所以还凑合吧 我就看到到这个导演的才气 他对于人物的理解 他对于整个片子的构想 当年他就充满了一个叫什么 就是不是在拍你情我爱的一个电影 他是要在讲一个大的时代 其实不同的时代 他差不多讲了一个世纪的 不同年代的代表人物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状态 然后又跟现代的今天 张震的角色结合在一起 说老实话难度太大了 他能够拿下来我真心觉得不容易 我看过一版 那导演不太满意了 但是宣传方给我看了 因为他们还是希望我可以有信心 然后知道这个戏没有被放弃 因为有一度大家都不知道 吴问戏都到底跑哪去了 然后都还挺挂念这个电影的 确实大家为了这个角色都 我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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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难的一部电影 就是从二几年 一直讲到当下 野心很大的一个作品 我们的角色呢 坦白讲 我觉得演员们完成的都非常好 黄晓明 王力宏 加上陈楚生 陈楚生我没有看过 他演过什么戏 我觉得可惜了 就是说如果五年前 这部电影放映的话 我相信小明和黎晓 都会在 就是在表演事业上 可能会有更多 更好的机会给他们 因为确实让人看到 他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好的演员 对 现在看 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惜之说了 反正早晚是大家会看到了 就觉得他们完成的非常好 很高的评价 对 很高的评价 确实 我觉得看过的人 可能都会对他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力宏也是非常帅气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帅气当做一个 当做一个炫耀的武器 你说我是一个挺狠的人 我其实一点都不狠 我是一个特别心软的人 但是我就是对自己的角色 因为我太爱这个职业了 所以我每一次接到的角色 能看上眼的 全是这些很苦的 命运很 很不尽人意的这些人物 就是他们的命运很坎坷 所以你如果不对这些角色下狠心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塑造出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说 我是一个很狠的人 其实是通过角色看到的 那这个角色 我为什么对他迟迟的没有忘记 或者是难以从我心里面去把它割舍掉 就是因为他的生活 他的命运 是没有几个人能够感受过的 至少我们这个年纪的演员 是没有感受过的 在一个特殊的动荡的年代 他被屈辱也好 还是被命运玩弄也好 他要面对的 那么瘦小的一个身躯 要面对那么大的一个 曾经死亡过一次的人生 可能是需要有狠近的 否则的话他活不下去 我觉得演戏是这样子 不是说在那一刻你要奔跑了 你就开始说我要演18岁 所以我要在18岁的状态 可能从你试上装 穿上那条裙子 梳上那两个马尾巴 你可能就要在那个情绪里面了 那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答 说怎么去设计啊 很难 就是你扮上那个样子了 其实美术老师和化妆老师 已经帮助你很大的一个完成了 所以还是随心吧 我觉得 你如果没有那个心的话 你奔跑起来可能也是一种累赘 但是你在人物当中 你可能就是一个轻盈的 像两只小鸟一样在飞翔 一直在跑 反正跑了 小鸟的脚都崴了 他有灰心过吧 因为他那么喜欢的一个人 是理想 就是一个叫铁证的演员 也是不错的表现的 关键时刻他没有站出来帮他 就是说谁写的那一封信 你记得你看了吧 然后他为了去边疆支援 对 他没有敢站出来 那是一个很懦弱的男生 那在那一刻开始 我觉得他有很 很心灰意冷的感觉 尤其是你喜欢的人 然后出卖了你 虽然他没有把你供出去 但是这一种不够支持你的表现 也是一种出卖 我觉得这种出卖更残忍 更加的卑鄙 所以他有心灰的时候 可是陈鹏给了他很大的勇气 就是一个是给他拽到深渊的人 一个是把他拖起来的人 这就是他的爱情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 可能人的命运当中可能会这样吧 也许这个人不是你最终的选择 或者是不是你最爱的那个人 但是阴差阳错 或者是命运的安排 或者是某一个大起大落的事件 把你们推到了一起 我觉得陈鹏和王敏佳 两个人就是这样子 形成的一种情感 这种情感反而变得更加的厚重了 因为他不是单纯的 你情我爱 他有更多的是 人缘之间的关怀 人缘之间的理解和善待 他没有忘记他呀 他最后说 你曾经救过我 我这一次活过来 我也要想办法找到你 我希望他们最终是美好的 再一次相遇了 你问你最终对王敏佳 最终是有什么关系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能够再找到陈鹏的 因为陈鹏这么倔 他也没有放弃 他一直对王敏佳的爱是 没有二心的 我相信他们俩的这个认禁 是可以走到一起的 最终 我自己演的戏 我可能就会更理智一点吧 不像我看其他人的片段 我是看丽红的片段 然后很感动 我在那儿落泪了 就是他牺牲了 然后他跟他母亲写了一封信 说妈妈对不起 哎呀我就 我自己做了母亲 我受不了 我自己这段戏 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是泪点 他被人辱骂呀 然后就是特别难听的 侮辱性的这个语言啊 包括大家拿那些凳子 抄起来砸他 对 那个批斗他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让我觉得 我都不敢看 我看的时候发抖 我很气愤 我很难过 我又很气愤 因为我太了解他这个人物了 就像王敏佳是我的朋友一样 这样子对待我的朋友 我是觉得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对于这个 王敏佳的这个语言 你的这个感慨 可能是也 也因为现在已经 传到一份母亲 嗯 才会对他的这样的 应该是吧 对对 所以五年前放的时候 也许那儿我就不会哭了 我不知道 所以看电影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 就是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刚刚我跟 那个小姑娘在聊天的时候 她就说 因为 你们在奔跑的那段戏 我特别感动 我落泪了 我说啊 我说这么美 好像春天的杨柳一样 在飘摇着 在自由着 享受着 春风的这种吹拂 我说你为什么会 落泪呢 她说我想到了我的青春 你知道吗 就是每一个人的 阅历 成长的经历 不一样 她可能感受的点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 电影它有意义的地方 其实我可能跟她一样 我也跟那个部分 很深刻 而且在电影中 奔跑的气氛也特别多 我的青春可能被耽误了 我没有被人这么拽着奔跑过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觉得 哇 没有过这样的日子 对 可能这是我 人生中的一大遗憾吧 所以我记得说 当时 在大大是一二年的时候 三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有个活动 然后再大聊起 然后当时 我们应该是会 然后她还问你 就是 你能上的时候 这个电影 对对对 我们在清华礼堂里 是不是有一个新发布会 对对对 然后呢 我们都说什么了 我其实这一段时光是过的 我觉得好像被跳跃过去了似的 你想我的读书的这个成长 就是舞蹈学员毕业以后 17岁我就进了中央系学院 然后就被焦头烂额的 被学习折磨的 又是那个 掉车尾的同学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拼命的 希望可以追上来 然后可以把作业交上 片段编出来 好狼狈啊 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心思 去谈恋爱什么的 然后老师也不让我们 同学之间谈恋爱 就没有过这种心思 所以我觉得我的青春是 好像被 就是叫什么 被橡皮擦给擦掉了 就是 好像就是过着那种 苦逼学生的日子 是过着那种特别 焦头烂额的苦学生的日子 所以这就是可能为什么您的这个 你见到的年转特别说的爱情 都是绝强多一点 好像神秘少一点 这不是就有了吗 王敏嘉身上不就有了吗 补上了 我觉得那个奔跑 补上了我失去的青春的奔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青春的奔跑吧 就是包括所有人 这是一种青春的力量 和他的这种勇敢 然后刚刚你说到 就是跟小明哥有什么情谊 他是那种 为了孤步孤身的那种 跟他合作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就是对他喜欢的一些挤发 或者什么两个 我觉得演戏其实还是要有气场的 就像我当年拍一代宗师的时候 我跟梁朝伟先生在一起 我觉得是他会给我一种 不一样的气场 那种交手就会变得很有趣 那么跟小明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一定有一个 特殊的气场是非常对的 那么对我也好 对小明也好 都会有帮助 那这个气场从哪来的 我觉得是相互的 对 所以我看过小明这么多部戏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他处理的 和表演的最不使劲的 那最不使劲的表演 其实是最高级的 我认为 所以也是让人觉得最舒服的 那其实您在这个电影中 像一红还有张正宁 都是多次合作了 但是是不是在这个片场 有什么交流 没有碰到过 因为没有对手戏 我们都是 宣传电影的时候 大家才碰到一块 然后私底下会聊一些 丽红也会问 这个戏怎么样了 他还挺关心的 然后今天阿正没来 我们还通了个消息 他知道我感冒了 他说你少说话 我说我去做访问 我想说话 谁去说呀 都能坚持过去 还是挺喜悦的吧 因为毕竟这是我们 所有人 包括我觉得最心疼的是导演 这么多年 他没有做别的 就在奋斗这个电影 然后希望他可以 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他修改的部分 其实也蛮多的 对 牺牲也好 还是忍痛隔爱也好 反正他也做到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 真的是可以去支持去看 因为 它不容易 但是这种题材的电影呢 说老实话 又不是一个非常 能够得到所有人共鸣的一部作品 因为它比较 比较像电影吧 现在电影要分好多种 不同的类型了 它是电影中的电影 对 这种电影可能 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吧 但是我觉得没有 无悔 也无愿 无论最后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 至少在胶片的电影世界当中 最终还记录了这么一部 有品质的作品 那刚刚你也告诉了 电影之后 然后 最近有没有电影当中 有个漫画 然后刚刚有说 就是 写结色的时候 会想让大家 其实不是这么贴的 那现在是妈妈 然后呢 其实也会觉得 上年时候 会有调整的 影响 哎呀 没想过 我觉得 做妈妈了一定会对 就是可能会更宽吧 想要演的东西 可能会更宽 但是 我觉得其他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在演艺上 也许会更成熟 对 好嘞